还有几天就是中秋节,收礼物,收到手软的干笔,也在社交网派出自己收到的中秋节礼物,各种精美包装的月饼想必价格不菲,其中有一款卡通图案,在月饼和十分行严。 这正是以天王黎明为原型而设计的明福侠月饼,黎明曾在当爸爸三个月后设计了一套李明福侠为形象月饼,接生为第二任留派后,干笔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个闷商家送出的礼物,干笔则立山礼物的方式为对方打广告,这种利益输送的套路似乎很奏效,干笔的礼物也越来越多,虽说无工不受禄,但黎明给干笔送月饼, 也意外曝光了他们的关系,以黎明的人气和地位自然无需干笔去推广,所以黎明送给对方礼物纯属金朋友之意,况且他们的关系确实不错,私下也有交情,干笔也一直都是黎明的超级粉丝,干笔曾在2016年晒出与黎明的合影。 照片中,干笔以脸受宠若惊威娶着身子,而黎明则跟接待朋友一样倾搂着干笔的后背,画面十分温馨,两人的结识,很可能是通过电影老板林建月的介绍。 林建月与黎明是老友一起投资生意多年,林建月与刘乱雄同事趁中富豪关系,一直不错,去年林建月六十大寿时,刚刚康复的大刘与太太到场祝贺,通场的还有黎明。 或许就这样一来一往,干笔与黎明结下有意。 此外,干笔绝对是黎明的超级粉丝,曾多次去观看黎明的演唱会,干笔的妈妈及大刘妹,妹也同样是黎明粉丝。 干笔当年做渔记,时与演艺圈明星结下有意,就连不善社交的周姓时,都曾与干笔吃饭,并当众捏对方的脸蛋。 干笔之所以会让那么多人喜欢,跟他的个性有关,干笔原名陈凯俊,他一支钟情与卡通片,娱乐金与演,钟会飞的金与Kinby因此去英明Kinby,翻译中文就是干笔,那时二十出头的干笔聪明伶俐,又不是天真。 经常在采访明星时讲一些笑话,再加上他常的活泼可爱,所以甚至明星的喜欢,干笔为人处事很周到,完全没有承重阔态那种骄纵。 他与陈一旭太太徐豪颖一直十分要好,干笔大女儿七岁生日时,徐豪颖带女儿参加,干笔轻声细语让陈康奇挑选礼物。 当时十一岁的陈康奇,在干笔的面前也没有显得害羞,由于常年保持人处无害的形象,就连一向低调腼腆的人贤奇,也很乐意与干笔合照。 不过,在众多明星当中,干笔与郑秀文集中触红的关系最为要好,三人结识多年一直保持联系,至干笔产下第三胎女儿渐渐恢复后,三人平平逛街吃饭谈心,玩得不亦乐乎。 ми家经萝贤